再來看到台北市有一名正姓女子 她跟在主商約要還借款 為了安全還找警察一起來 但是在主居然看到警察企圖衝撞 白色轎車微停紅線警方見狀立刻上前攔查 但沒想到下一秒 驾驶突然倒車還差點撞飛遠景 接著加速逃逸 所長立刻跳上巡邏車一路狂追 打街肖像拼命竄又是蛇行又是擊殺 甚至還企圖衝撞遠景 但最終還是不敵遊視警力遭到攔截圍捕 原來有一名正姓女子日前向駕駛借了六萬元 六月十四號下午相約台北天幕面交還錢 但擔心自身安危 請警方陪同前往 但沒想到對方一見到警察竟然時空衝撞 當時兩個人就是在這個路口相約要進行還款 但是嫌犯一看到遠景 就立刻心虛的蛇行落跑 說警方在四百公尺外的巷弄逮到人 駕駛下車後立刻遭到牙齒在地 詢問對方為什麼要逃跑 這時他才說出以為逃債是違法行為 才會危險駕駛躲避追棄 但這下原本沒有犯罪 竟然因為衝撞遠景當場依現刑犯 帶回偵辦 據瞭解嫌犯有詐欺 前科事後雖然坦誠犯刑 但還是因為妨害公務遭判七個月 有期徒刑因為自己創下的烏龍鬧劇 得再度面臨牢獄之災 靜新聞程序月將內的財團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